哈喽 欢迎来到咸那里的频道 我是小咸 我是诚哥 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人用可可豆做巧克力 很难吗 没有很难 我们今天的Vlog就来挑战 用可可果自制巧克力 我怎么找这样 我跟你打电话跟我说 你好 你的冠机压了 你下来看一下 我就啊 我的可可果被压了 然后我就下来看一下 但是它里头还是好的 你摇一摇 它这里面有那种大果肉的感觉 哦 是吗 就感觉这个芯和这个壳是不开的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的 它长得其实有点像那个 市价对对对 这单是9块钱一个 天呐 这还三个不同颜色的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生的 这个就是熟的 那我们就切个熟的 切个熟的 看看 好 脆瓜 哇 天呐 它长得有点恶心 哇 天呐 有点像柑橱 哦 还挺香的 你们的 花香怎么是一果 这来一半半长毛了 尝一尝吧 它这么长啊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吗 你用舌尖触到它 第一瞬间有一种喝了气泡水 刺激的感觉 你先包开我看 哎呀 它有点滑 哎呀 还 算了 我指望你 你就先尝一口嘛 哈哈哈哈 你尝一口吧 来 等一下 看一下 这里头是白色的 嗯 我把它切开看一下 里头长什么样 哦 哦 它现在还好软啊 它里头是这种紫色的 有点像核桃 大脑 我觉得这是花草的 哦 看这个皮能不能拔下来 哎呦 可以啊 我们先要把外皮的肉去掉 晾干两天 来看看这个筋 我的天啊 好恶心啊 这手真的好痛啊 它有毒吧应该 妈 你别吓我 我刚才用舌头试了试 我不会出事吧 哈哈 我冲一下 我准备一会儿 直接把它放到 那个烤箱里头烤一下 烤干了之后 可以直接把它包掉 是什么呀 就这几个啊 哦 我看了 行 行 我们先测试一下 那我们就等一会儿 稍后再见 大家看一下 对 有点像那种美国大清人人的感觉 焦黄焦黄嘞 看这个是这儿是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一挤它就碎了 你不觉得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吗 那个那个那个 领角的味儿 把那些放进来先烤着 好 接着吧 这个应该可以吃 你尝尝 这个可以吃 我尝一口 可以吃吧 可以吃可以吃 好苦啊 好苦啊 不苦啊 你骗我 越越苦啊 第二锅 这锅烤得大方脆 就黑了 这锅烤得大方脆 拌均匀了 OK 然后这个东西需要晾两天 干了之后要把它打成碎 才能做chocolate See you OK 现在已经是三天以后了 然后大家发现三天的头发变了 哎呦 你的头发今天怎么这么温柔啊 我们颜贵正众 这个是我们已经晾了三天的 可可果 它现在已经很硬了 没几个葫芦个儿的 是不是这样就更容易弄碎了吧 对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把它打碎 磨成那种粉 我今天带了一个神器过来 啥呀 什么年代了 你拿这种全自动的 算旧子 那我给你倒进去 你试试啊 哦 你看 一吹下去就碎了一半 它多了以后有点往外溢 哦 你看它里面有个刀片 看一下 感觉咱们俩好像不一样的时代 然后忙活着自己手里的事 这样是不是不太行啊 怎么感觉跟我的还是差不多呢 感觉好像很厉害呀 那其实 OK 我这边还是上全送的 噢 噢 差不多 我们现在要把它隔水加热一下 然后它才能融成那种巧克力酱 水开啦 放进去吧 哦 这个味儿越来越浓了 这不就像树皮味儿 整个办公室都苦丢丢的 你看这个蒜旧子上 它能挂到一点 感觉油油的东西 它现在有点像 宝泥 对 它现在也感觉炸出油来了 你觉不觉得 油光正亮 太累了 要点火锅 那你唱 打喝香动溜啊 天上的心 咱们爱等我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全哥盘哈 富贼力棒 你舔一下吧 给钱吗 哈哈哈哈 又酸又苦有点色 嗯 让一会儿加糖 加抹茶 抹茶不是苦的吗 但是我最喜欢吃抹茶味儿巧克力 这个抹茶味儿你 我觉得你可能更强 苦中加苦 它也被我磨得越来越少了 我这是买了三个可可果 才榨出来这么一点点 那些买了一个可可果 就榨出来那么多的人 啊 现在终于感觉有点丝滑了 咸的那巧克力 咸的那巧克力 你闻到巧克力的味儿了 我也是 我们一点水也没加 一点油也没加 它越熬有点越亮嘛 对啊 就它有那个巧克力的那种 光泽感 有那味儿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巧克力 放到那个模具里面 咚咚 我们现在做两个原味儿的吧 我们用个甜的呗 加点糖粉糖霜 够吧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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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放抹茶 你是舍得到还是舍不得到 好像家的东西越多它就越稠 你可以顿一顿它 顿一顿 顿一顿 我们不帮它弄完了 做好都弄完了 抹茶粉 糖霜的 我们把它冰在冰箱里去 大概冰两三个小时 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巧克力 乖乖 属于我女子的天 你现在说的有点剩人 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26 我们这期视频是从早上9点开始拍的 就像现在天又黑了 这个巧克力就黑得跟外面的天一样 巧克力能成形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先宣布今天的挑战 成功 对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吃 先尝原味的吧 我给你顶一个吧 我们做了一块小蝌蚪 干杯 什么 你快放了 太苦了 比黑巧克力还要苦一百倍 就是你看着它就丝丝滑滑 这里头还是有小颗粒 嗯 重新来挑战啊 我刚才没有坚持下去 天呦吗 嘎嘎嘎嘎嘎了 我太难了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觉得比我平常吃的巧克力要粘稠 我们尝一个白糖的吧 这个味道 还有没线透 还可以啊 有糖味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黑巧克力差不多吧 这个我真能接受得了 刚才那个太苦了 嗯 好可 但是我觉得这个抹茶是苦的吧 我再尝一尝 毕竟是我自己想要的 哎 你咱们 会然我抹茶是苦的 很苦吗 你这个加热糖 要苦好多 哦 抹茶面很浓 它不是苦 它是太涩了 啊 太苦了 你怎么去放下了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重新把它捡起 重新唤起你生活的希望 面对是 真的可以 我刚刚是想表演 就是把吐着 给我自己真心情了 如果你还想看我们 吃什么奇奇怪怪的果子 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订阅我们的响铃铛 一键三连关注我们 那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了 Life's Trigger 生病不息 折腾 苦不食 下期再见 拜拜